好了,我们继续讲耶路撒冷的大会 刚才讲完加拉太书的内容 接下来就是耶路撒冷大会 可能内容有点相同 好了,耶路撒冷大会 解决教会面对的问题 解决教会是什么问题 主后49年,大约是主耶稣写了16年左右 就是刚刚第一次书教旅程很久之后 福音在外邦人里面大受欢迎 这引起了一个极重要的神学真论 教会领袖聚集在耶路撒冷辩论和探讨问题 核心问题是 信了耶稣的外邦人是否必须受国礼 亦是否需要做了犹太人才能得救 在耶路撒冷大会上作出决议 对教会和福音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 争议的内容包括 多数的犹太基督徒仍然不愿意接受 规划阻记者的外邦人 除非他们成为犹太人 有些犹太信徒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 开始说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如果不是按照摩西的规条 受国礼的话 是不能得救的 实际上就是说 你们如果要得救的话 必须成为犹太人 好了 这个层面之前 我们讲了有一班人 好了 耶路撒冷教会里面 有一班人叫做拿瑟拉教党 耶路撒冷是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犹太人 熟读教练圣经和确守 摩西律法中的各样理议和规范 这个教会 从犹太人来看 他们只是拿瑟拉教党 就像法利塞人 撒都歌人 粉律党人 希律党人 或者史书上的爱识尼人等等 只要他们遵守犹太的文化传统 确守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仍然会接纳他们 耶路撒冷教会有些法利塞人 也成为换徒 他们的信仰不清楚 那渐渐就影响了耶路撒冷教会 特别是将 守摩西律法的规条 成为得救的条件 而不是凭着信心的 就连到彼得曾经在外邦人家 吃饭这件事 也能偷漏到满城风雨 他们认为外邦人未受国礼 就不洁净 他们若要得救 就必须先受到国礼 要遵守摩西律法 和先规化成为犹太人 才能得救 他们特别关心的是 外邦的门徒 众多的安提阿教会 是有道理的 起初教会 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由于耶路撒冷教会 实施是财物公用 很多受到爱识离人的共同生活所影响 但是耶稣的门徒里面 就没有这种人 后来耶路撒冷教会 就不能够维持下去了 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 使徒受到迫害 逃离耶路撒冷教会 群民无首 第二就是财物公用 养成一些懒人 坐食山崩 因此安提阿教会 就派出保罗和巴拿巴送捐款 就过来耶路撒冷教会 所以这里就形成了 拉什勒的教党 好了 我们继续回来 另一边就有安提阿的代表 就是由外邦人信徒组成的 基欧教教会的代表团 由犹太人信徒组成的 基欧教母教会 包括 有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有安提阿教会所赋予的权兵 支持和祝福 另一边也有法理赛的教员 指出必须给外邦人行葛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克制律法 所以会议的代表 最少就有两班人 第一班人就是来自外邦的外邦教会 阿提阿教会的代表 保罗巴拿巴 另一边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有长老有使徒 其中也包括 使徒秘德和耶路撒冷大会的主持雅各 会议的目的就是 为了解决外邦人信教之后 加入教会所有遵守的条件 有两派的主张 第一派的主张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以法理赛人为主 要求严格的确守 摩西律法 包括国礼 第二 那班人就是 以保罗和巴拿巴为代表 主张 外邦人不用守这么难守的律法 是因为连犹太人自己都守不了的律法 就不要强求别人去守了 那会议发言 和次序 第一 就是大会先听重了 彼得的发言 然后再听保罗和巴拿巴 以下就是彼得的发言 其实内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 Anyway 他主张的就是 彼得作为真理 来到传言的观点就是 救恩 那是恩着恩典 并且是彼得信心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道路 也是彼得的立场 好了 接着就是 保罗和巴拿巴的建设 也都包含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他里面当然是针对神 藉着他们在外邦人里面所做的神职歧师 好了 所以这里我也不太长谈了 总之就是将神职歧师这件事 用来做证据证明 神在这里是 为了证实所存的资讯 和引证资讯的使者 顺便提到 保罗很可能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 写了 刚才所说的加勒泰书 因为对保罗在《书信》里面所讨论的很多题目 耶路撒冷大会也作出了决定 而保罗并没有在信里面提到这次大会 最后 雅各作出决议 耶稣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 就是这个大会的主席 重要的是雅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并且用他来做最后的权威 他就指出了 第一 无论是雅各 是西蒙比特刚刚说的话 还是先知西面 是早些时候的预言 他们都是和神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在先知书里面的预言 第二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得救的 得救呢 从来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雅各就在这里有一个决议 就是说 所以根据我的意见 不可以难为那些归伏神的外邦人 雅各的意见其实就是指出 外邦人的信徒是没有必要先守 这个受国礼 或者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 而这个就是正确的结论 所以 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就是 首先不要求耶稣的信了耶稣的外邦人 遵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 但是以下三样东西是必须要遵守的 第一 不可以扮偶像 第二 不可以奸人 第三 不可以吃被辣死过的畜生和血 那派遣代表陪同保罗多和巴拿巴 去向外邦人说明 以免有争议 那么决议的目的是为了 犹太基徒和外邦人基徒之间的合一 无论是否同意以上三样的要求 他看起来都是犹太人所要求的退让 但是 神也显然赞同这个决议 因为核心是救恩 如果是信心之外 还要加上任何条件的话 其实耶稣就不用写在十字架上面了 最后 雅各就发出一封公开信 是发给外邦人的 安提阿的外邦人基徒就开了确讯了 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拜见过那些 指导国礼的人 带会了的决议是由奖老蒙丹丹丹丹丷丧与士徒们 一致得出来的结果 保罗和巴拿巴被我们称之为亲爱 所以呢 我们会派出来了两个人 就是犹太能和 confer顾 他们会将口头证实信里面所说的 但博尔的决意是有圣灵的印证的 请求爱邦人的信徒自愿地禁价 以上是三样东西 就不将其他重担放在爱邦人身上了 所以这就是雅各的公开信给爱邦人的 他派了耶路撒冷教会 同意由保罗和巴勒巴做代表 送雅各的公开信 去到爱邦人的安提阿教会 而耶路撒冷派出两个代表 比较有声望的 就是犹大和西拉 犹大和西拉在那里劝勉和兼顾当地的弟兄们 犹大去到当地之后 就回到耶路撒冷 就只是留下西拉在这里 而西拉就继续留在这里 跟保罗和巴勒巴一起继续教训人和传主 而后续的发展就是教会 举行过一连串的各个地方的会议 包括安提阿加太基 阿山大 蘇菲亚 里昂和其他地区 都是排解教义的纷争 来尼布中间的撕裂 影响就是爱邦人不需要再施行国礼 令到宣教的工作更容易为到爱邦人所接纳 封福音更容易广传 也摆设了已经僵化的阿西律法 令到信徒的心灵更加自由 因为当时要守六百一十三条的律法 令到基督教的神学也有了独立法治空间 而基督教不再受犹太教的一个中派或一个教派的划分 即是不再在犹太教 而是独立的宗教 开了大公会议的先例 令到以后教会的信徒 能够以会议的讨论方式来解决教义上的争端 就不用杀人了 好了 会议的讨论方式就是包括承认存在 造成纷争的分歧 第二召开会议就是听取各方的意见 而第三就是预先了解尽可能多的相关的资讯 也清楚地定义问题所在 公平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最后用神的话来做最高权威 来衡量人所说的事实和经历 还有就是寻求圣灵的指引 以及要以宣教合一和团契方式 清楚地传递大会决议 这个做法是相当明智的 形势分析 后来就有雅各书的出现 雅各书是针对一班非常离地 而事实上雅各书所说的实际就是 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但在中间要除了平衡 现在太书说到一班人律法清义 一班人放纵 所以除了讲因上清义之外 要在律法和放纵之间都要除了平衡 而最后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作出的决议 亦针对一班人要求严格确受一些规矩 但在恩典下其实是宽容的 所以耶路撒冷大会就作出这个决议 我说的决议就是考虑因素包括三样 第一样就是在信心基础上 信仰的基本行为不可以有偏差 而第二在恩典下仍然要坚持 实际中最核心的行为 第三 给予爱邦人在情上最大的欢容 给予犹太人在理性上有最大的理解 结果就是针对神、人和人物 而总结就是要爱神、爱人和爱万物 陆法总纲就是爱 这里不多解释了 这就是耶路撒冷大会的内容 接下来会再清晰讲回雅各书要讲的内容